哈嘍大家好 歡迎來到美麗烘焙 我是Mily 今天我要做的是聖誕節特別版的巧克力慕斯蛋糕 因為是聖誕節所以我們用的裝飾都是聖誕節有關的 但是這個慕斯蛋糕非常好吃喔 那首先我們先在圓形的膜上面鋪一些草莓 然後呢我是先把巧克力先事先融化好 接著呢我們就來打蛋黃 蛋黃打到的程度是體積變大 顏色變淺 就像你視頻裡面看到這樣子的狀態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來開始煮糖 糖呢我是把它煮到240度F 也就是你在視頻裡面看到的 用這種煮糖的溫度計插在鍋子裡面 這樣子是比較好監控它的溫度的 那糖煮到溫度到的時候就可以把它關火了 然後我們的蛋黃是以中速的速度在打的時候 把這個糖漿慢慢的從它的邊緣倒進去 讓它邊攪打的時候 這個糖邊跟這個蛋黃融合到一起 然後把這個糖全部倒完之後 把這個蛋黃打到最高的速度 然後持續攪拌到我們的手摸它 它溫度在我們的手指頭的溫度差不多程度就可以停止了 溫度計差不多90度F左右 這個時候就可以把剛剛事先融化好的黑巧克力倒進來 然後呢我們就把黑巧克力跟這個蛋黃糊一起攪拌均勻 那麼不要忘記把這個碗旁邊的一些多餘的蛋黃糊 把它刮起來放到這個巧克力麵糊裡面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之後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巧克力麵糊先放在一旁備用 然後現在我們來打鮮奶油 鮮奶油我們需要打發的程度是7分左右就好了 就像視頻裡面看到的這樣子軟軟的不是特別硬的狀態 然後呢我們就把鮮奶油刮1分之1左右的份量到巧克力麵糊裡面 用這個打蛋器把它們攪拌均勻 這樣子攪拌均勻之後再把剩下的所有的鮮奶油把它倒進來 用刮刀這樣子翻拌均勻就好了 那這個時候我們的巧克力麵糊就做好了 把它倒到模具裡面 然後把模具的表面抹平放到冰箱冷藏到它凝固就可以了 這個巧克力麵糊好吃的原因就是它是用巧克力的凝固的能力 去讓這個蛋糕麵糊凝固成型 而不是用魚膠粉或者是魚膠片 所以我覺得它特別的好吃 這樣子它凝固之後我就把它底部的雙面膠貼紙撕下來 然後把它黏在我們的蛋糕底座上面固定好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來放我們喜歡的裝飾品了 那我這次放的是一些比較可愛的聖誕節系列的裝飾品 這些在淘寶都可以買得到 那麼你把這些裝飾品放完之後 再在上面撒上一些糖粉 當做聖誕節下雪的感覺 最後我們再把這個圓形的透明蓋子蓋上 這樣子我們超級可愛的聖誕節巧克力慕斯就做好了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視頻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的話不要忘記按讚轉發還有分享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拜拜